我必须要再说明 以上所谈的都是比较理论层次的那些概念 那我稍早之前其实有提到过说 用那些理论基本上是先稍微设定的一个 我们观看这些更真实的这些生命的这些证言的一个视角 或者一些框架 并没有百分之百说理论上的那个架构就能够完全去载质 去解释套用到这些生命里面来 如果这么单纯的话 那跟我刚刚稍早之前有点小小批判的那种 用历史学的历史知识的角度来质疑说 这些生命证言的这些真实性好像就是一样 如果并没有这种意思说要用理论来套用 那甚至我们可以倒过来说 有时候这些生命的这些证言 或者我把它当成文学作品 你可以从当中去回过头去看一看 那些理论的架构观点本身 它有可能是有一些不足的这个地方 像我刚刚稍早之前也带过了 就是说根本的那些例子到底是不是能够 真的能够去解释它要解释的那些概念 持入的概念都还是一个问题 那回到这个Primo Levi这边 其实我另外本来有打算要 不过应该是没有时间要讲另外一个奥地利哲学家 那个艾莫里的那个余生的这种见证 他们两个人就是艾莫里跟那个列维有在奥斯维斯有短暂的 不算熟识的 然后他们从离开那个奥兴为之之后 还有通信一段时间 这个讲起来非常感伤 那那个谁先死的呢 艾莫里先死的 艾莫里先用什么方式自杀 像他好像是服药自杀的 然后忘记这个 detail有点忘记了 好 然后就是在那个Levi的那一个自己的那个见证证言里面 他就有讲到艾莫里自杀这件事情 然后他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 他当然不赞成他那种做法 他里面大概就有讲到说 也许他列维本身他自己这样讲说 我的对生命的理解不像艾莫里对生命的理解那样的深刻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说 他以自己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背后的这种真实的重要 就是说还是应该活下来等等之类的 感伤的地方就在于说没有几年之后 这个Levi他自己也是自杀 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这种生命 然后他自杀的方式也非常特别 他是从那个窗户打开就这样跳下去 滚下楼梯这样死掉 好那在那之前他的这个证言里面当然还是有讲了很多的那些集中营里面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非常细微的一些生命的真实的生命的一些经验 首先要提到就是像大刚上面所列的这个第一遍 他认为他自己说活下来就是说为了要见证而活下来的 这个他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 我是不是在那个灾压里面有另外的几段 然后那个第四段跟第五段里面有几个keywords我们也许可以挑出来 我看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画底线 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活下来对我来讲就是要 就是要说故事 然后换个角度来讲道路来讲也对 说故事变成是他活下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一个动力或者一个支柱 那同时也就是要去见证就对了 然后这一段的最后那一段他特别有提到说 the power to refuse our consent 拒绝同意什么东西 就是说拒绝融入到时代的那个氛围里面 我想很多这种余生见证里面也许都会看到有这种 有点点愤慨的一种 他就是说时代的走向是怎么样 特别是当一个时代都在讲说要原谅啊 要宽容啊什么之类的时候 我还是要继续讲下去还是坚持要讲 也许就是说相当程度是暗示说不原谅 那有关于不原谅的这种感受的话 其实大家应该是要去看那个爱莫里的那个余生见证里面 他那个讲的就更清楚了 他整本书都是要去讲出来说 他用那个resentiment 就是这个险恶 险恶或和解 我想他其实是选择前面 因为对他来 好像已经跳到爱莫里 不过没关系 就混在一起讲 对爱莫里来讲的话 他就认为说当时战后 特别是他生活的那个得意圈 都好像陷入在一种所谓的 这个也许从某个角度来讲 很多人会对德国好像蛮称赞 就是说德国是一个非常勇于承认过去的承认 所以他们建了很多那种灾后的那个博物馆 纳粹的这种集中的这种博物馆 表面上当然看起来是一个很有于认错的 这样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一个文明 但是对爱莫里来讲 他认为说当时的德国是整个 沉浸在一种 那有一个德文字很长 就是翻译中文就是说走出过去 或者说克服过去的这样一个时代 一个氛围里面 所以就有这种要要求原谅啊 要要求这种什么要和解啊 等等这种时代这种氛围 跟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里有点像 但是对于这种有亲身经历过这种 非常不人道的纳粹的这种屠杀 或者这种集中经验的爱莫里 或者是雷里来说的话 他们也许是比较选择 不融入那个大时代的这种和解的氛围里面吧 那所以他才不断要去说 要去说 那他也知道说他说了东西 也不见得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听得进去 虽然说他当时德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氛围里面 但是他还想对那些德国年轻人跟他们讲 你们现在是活在一种虚幻的 然后呢 事实上是不愿意承认 面对真实的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种一种氛围里面 有点是要去召唤其他那些德国人 德国年轻人 或者是新的一代的人的一种 对于历史的一些记忆的 这样一个道德的一种一种职责吧 那这一些大概零零种种都是可以从这些 余生见证里面可以看到的 所以不断怎么讲都好像讲不完 这个回到刚刚所讲 这样一个见证不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都还是适用 这边我想就时间的关系就整个把它跳过去 好 我想做一个小小一个结论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列了那个台湾的那个 我想应该几句话稍微讲一下 再回到这一章来 台湾白色恐怖正言跟转型 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当然不太可能 也不太适合在今天说太多 那只是简单的带出一些 也许大家等一下如果有兴趣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这种讨论 或是让大家去当作一个研究的一个议题吧 那我想就是说今天 包括像我刚刚少子前所提到过的去年 所出版的那两本 那个是刘麻沟15号跟青岛东路3号 事实上在那之前 类似的这种有关于二二八 或者是白色恐怖的这种证言 一直都有在出来 那去年那两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好像有引起稍微比较多一点点社会的一种关注 据说好像还冲上了那个 不知道是成品还是那个伯克来的那个 非不知道是文学还是非文学类 或者是通俗类的那个排行榜前面的记忆 那这样子 这样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就是说 越来越多人重视那一段时代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当然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说 对当事者本身 他们当然会觉得说必须出来说 他们有他的一些道德的一些职责 那同时也可以显现出 有越来越多人不得不说 就表示说 那个时代的某些体制 的确是造成非常不可抹灭的一些伤害吧 我去参加那个说书会的那个时候 那两个欧巴桑就是有 那个刘马沟里面就讲六个老太太 其中还有两个去 讲一讲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都实际去观察他脸部的这种表情 呼吸心跳 都很气喘 你会觉得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过了四五十年还会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不可否认就是说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的人生是有非常重大的 真实的一些意义吧 但是如果一旦你把它放到功领域来谈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我们谈的那个角度 或者说那个 就是要比较观察比较复杂的这些面向 表面上我们大家会认为说 越来越多人出来讲 那好像说就越能够去实践所谓的转型正义 这种东西 大致上在各国都一样 不管是南非南韩 然后南韩的话就是跟光州事件比较有关的 那现在慢慢在海外的很多流亡的一些中国人 像王丹也写了很多的一些证言 我们当然表面上就是会认为说 越来越多人讲 越多人去理解过去那种历史的罪恶或是灾难 应该好像是跟所谓的转型正义是相符的 不过问题就在 就是说 会不会我们这样子太强调这种相关性 我们又落入到我们刚刚稍走之前有提到过 也是从阿根本那边得到的一个启发 就是说 我们如果越特别强调转型正义 跟这种生命见证这种关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同时在把 比较跟道德层次的 跟法律层次上的一些概念 又重新再混杂在一起了 那也就是说 转型正义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不外乎说应该是一些政策 或者说一些赔偿条例 那甚至就是说 如果司法审判可以进行的话 就应该进行 比较是属于所谓法律层次上的 但是今天在台湾的发展过程当中 大家就会发现到 把这些东西都混杂在一起了 常常在讲转型正义的时候 你发现到说就跟那种什么原谅啊 然后那个和解这些东西都混杂在一起了 那这混杂在也一样就是说 那个对整个所谓的这种 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对那些 劫后余生的那些人 某种程度上的生命 如果不是所谓的这种扭曲的话 至少也是忽略掉 他们所真正经历过的那种 重大的那种创伤 那种重大的创伤 某种程度上我会认为说是在一个 已经完完全全被抛弃 被丢弃在一个 好像历史的一个焚化炉 或者说是一个 完全国家社会对你来讲 其实都没有任何意义的 特色的底底是一个 所谓的阿甘本的术语 叫做裸命的一个状态 完完全全被丢弃了 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境当中的话 我们对于他们这种 余生正言的这种理解 也不应该完完全全都是放在 所谓国家社会的这种 这种大的框架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国家社会这种框架 对人的生命来讲 如果不是压制的话 都是一种限制 你反而会看不到生命真相 但是转型正义那一块还是要做 那一块应该是把它放到 政治跟法律的程式上去处理 对于这些余生正言 我觉得不应该用工具化这种角度去 处理说这些余生正言 就是有助于所谓的国家的这种转型正义 什么社会和解这种角度 那些基本上都是在献说 我们对从这些正言当中 所能够理解到的生命的这种真相 那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很简要的 好像不是很精准的 就稍微把今天以上所讲的东西 要试着连接到台湾当前的一些 有关的一些生命政治 或者说转型正义 余生正言的这种作品里面 试着产生一些连接 不过我想解决就是说 要走的要做的其实还蛮多的 那也许就是说有说总理没有说好 我还是基本上还是蛮乐于见到说 最近对于这些的这些讨论关注 基本上还是稍微有点比以前 稍微有点进步 不管怎么讲 这个总是一个可喜的一个开端 那后续要怎么做 也都还有很多的一些变速 一些努力的空间 那以上大概是我今天的这档报告 谢谢大家